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很多农村劳动力陆续选择进城打工,农民工就逐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。 这几年来,农民工群体一直在不断壮大,目前总人数已经快接近3亿。 事实上,农民工在我国人口构成中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 一方面,他们为城市建设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。 另一方面,农民工也通过在城市的工作获得了更多的收入。 其中有一部分人不仅在城里站稳了脚跟,也成功地让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 不过,如今农民工的处境却发生了一些改变。 近两年来,有不少农民工朋友表示在城市打工的日子似乎没那么好过了,因此还出现了好几波返乡潮。 有人分析,未来五年农民工将面临大洗牌。 三个问题要提前应对,看看和你有关吗? 农民工未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,容易出现两期分化。 在城市上班的除了农民工还有普通的白领,这些白领刚开始的工资待遇可能会比较低。 可是随着经验和工作年限的积累,待遇也会逐步提升,而农民工的情况就不同了。 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也有过多次调整,从最初的一天几十块到日薪两三百。 不过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都是纯体力劳动,随着年龄的增长,在这个行业会越来越不吃香。 如今很多60后的农民工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。 相反的,一些技术类的工人会更加受欢迎,工资也会越来越高,就算同样都是农民工,收入差距也会越来越大。 其次,低学历和没有技术的农民工会越来越难就业。 如果说前些年农民工进程打工只需要付出体力的话,如今很多工厂和工地在招工时更看重能力。 要想在城里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,要么有技术,要么有学历,否则很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取代。 另外,随着城市无价水平的不断提高,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 尤其是很多70后和80后的农民工,目前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。 一方面要给父母养老,一方面还要操心子女的读书和成家的问题,在经济方面的压力却会更大。 随着农民工的大洗牌,未来五年,60后和70后的农民工很有可能会面临这三个困难。 抱着早准备早解决的原则,农民工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,你准备好了吗? 对此你还有什么看法,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